大家好,我是悟空 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聊到了青秋山的九尾湖 今天我就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细细探讨一下九尾湖的前世今生 首先是关于九尾湖形象的历史演变 之后我们再看看在神话世界里它又有怎样的传说 有关九尾湖的最早记载就是出自《山海经》 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文 这时的九尾湖还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角色 他吃人也可以被吃 只是一个长着九条尾巴的野兽 也没有神通广大的法力 但是九尾湖本身这个形象的设定 从一开始便赋予了他特定的色彩 到了汉朝,关于九尾湖的记载就多了起来 中国有一部很古老的字典叫《说文解字》 它称属于东汉 《说文解字》对于胡的解释是这样的 胡,妖兽也,鬼所成也,有三德 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秋守 意思是胡有三个美德 其一,柔和的茅塞符合中庸之道 其二,身形前小后大,符合尊卑秩序 其三,胡里死时,头巢洞穴,不忘本出 有个成语叫胡死守秋就来源于此 所以在先清两汉时期,胡是象征着祥瑞的 在西汉晚期出土的很多石刻画像中 九尾湖就与玉兔、蝉雏和三足鸟同时出现 围绕在西王母身边以示祥瑞 除此之外,在另一个成熟于汉朝的文献 《白虎通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毕九尾者和,九妃得其所 子孙凡兮也 于尾者和,明后当圣也 这里更是把九尾对应九妃 象征着帝王子嗣绵延,黄泉永固 其实在中国文化里,九这个数字代表着数字的极限 被视为是最大的杨树 本身就带有一些生殖崇拜的色彩 因为原始社会人类最大的需求就是繁衍生存 所以生殖崇拜是人类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原始崇拜 因此九尾湖在那个时期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 再加上九尾湖是一种罕见 甚至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形象 所以人们认为九尾湖的出现 就会带来祥瑞、天下太平 于是便有了东晋的郭仆 在山海经中对于九尾湖、太平则出而为瑞的注视 从秦汉时期直至唐朝 对九尾湖作为祥瑞的记载层出不穷 在那个时期九尾湖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很崇高的 就这样九尾湖从山海经中记载的野兽走向神坛 但是与此同时 在民间对于普通的湖类 也有人逐渐将其妖化 例如成熟于东晋的搜神记 就有这样的记载 湖者先古之淫妇也 其名曰阿子化而为湖 故奇怪多自称阿子 直接将湖比作是淫妇 曾经夸赞九尾湖太平则出而为瑞的郭仆 也在《玄宗记》中记载道 湖如果要是活的时间长了 就会变成美女来迷惑世人 这也为后来黑化九尾湖埋下了伏笔 到了唐朝 著名世人白居易更是在《古种湖》中写道 《古种湖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 何况包达之色善蛊惑 能上人家赴人国 将包四、妲己比作了是妖狐 到了元朝 画本武王伐咒书也是把妲己写成是九尾狐的化身 成了商朝灭亡的背锅侠 明朝的《风神演义》更是将九尾狐荒淫残暴的形象推上极致 就这样九尾狐走下神坛 彻底被妖魔化了 再往后直到现在 提到九尾狐 人们更多的是将他与淫眉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至此 从《山海经》中的《青丘野兽》开始 九尾狐先被推上神坛 又被狠狠地摔了下来 我们回到开始 进入另一条故事线 在神话世界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九尾狐 那若隐若现这个词是最合适不过了 它辗转人世间数千年 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便已来到人间 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九尾狐的第一次现世还要追溯到大禹的时代 在《五月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的是大禹三十岁还没有娶妻 途经途山时想到此事便说 我如果娶妻是要有仙兆的 这时刚好一只白色九尾狐出现 大禹一想 白色和我衣服的颜色一样 九条尾巴是王者的象征 于是就明白了 便娶了途山式的女子 名叫女娇 传说女娇就是九尾狐的化身 这便是九尾狐在人世间的第一次登场 结婚之后 大禹一直在外治水 常年不回家 后来女娇便索性追随在大禹身旁 天天在工地上给她送饭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 但是九尾狐的结局 似乎注定了不会是好的 在汉代的淮男子中 记载了故事的结局 有一天大禹为了打通轩原山 化作一头力大无比的大雄 她怕吓到身怀六甲的妻子 于是与妻子约定 当你听到我敲鼓时 你再过来送饭 但是大禹不小心碰落的石头 刚好寄到了鼓上 女娇便闻声赶来 可不想丈夫居然变成了一头 面目猙獰的大雄 便吓得拔腿就跑 一直跑到松高山下 化作了一块石头 随后追来的大禹 看到妻子变成了石头 非常的悲痛 便喊道 把儿子还给我 这时石头突然裂开 从里面生出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大禹的儿子起 这是九尾狐的第一次现世 这一世的九尾狐 还是一个纯洁 美丽又忘乎的姑娘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在他第二次出场的时候 他已经是在先见 接下来的故事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商周王在女娲宫做吟师 亵渎了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大怒 便派九尾狐化作妲己 来迷惑周王 霍烂朝纲 加快商朝的灭亡 当时女娲是这么和九尾狐说的 脱身公愿 霍乱军心 事成之后 使你等一成正果 于是九尾狐便化作爵士美女 妲己 来到了商周王身边 九尾狐可以说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却也借机做了很多残暴不仁的事情 因此在事成之后 女娲娘娘却不认账了 这次女娲娘娘说 我让你霍乱朝纲 没让你残害生灵 上天有好生之德 现在我不能让你修成正果 而且你恶贯满盈 我还要将你正法 最后的结局是 九尾狐死在了江子牙的刀下 这一世的九尾狐依然美丽 可以变得荒淫残暴 那他被杀后到底有没有死呢 传说九尾狐虽然被斩首 但是元神却得以逃脱 在商朝灭亡后的七百多年里 世人很少再有九尾狐的消息 时间轮转 大概到了我国战国时期 那时候的古印度还不叫天主 而是叫摩羽托国 摩羽托国有一个叫 赞托罗几多的人 他出身卑贱阶级 但是后来起兵推翻了 当时统治残暴的难陀王朝 建立了空前强盛的孔雀王朝 他是个前程的齐纳教信徒 齐纳教早于佛教 教义和佛教很像 传说他死后化作了三颗舍粒子 得到这三颗舍粒子 就能够法力通天 与此同时 九尾狐在消失了700多年后 再次现世 出现在了摩羽托国的华世城 这次他就是为了 这三颗舍粒子而来 和上次一样 他依然化身为一个爵士美女 很快便被 沾头罗基多的儿子 冰头沙罗选入皇宫 做了王妃 次名华阳天 与上一世的九尾狐一样 他再次急万千宠爱于一身 也再次豁国殃民 极尽暴虐 最后被冰头沙罗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阿玉王识破 赶出了皇宫 九尾狐并没有偷到舍粒子 可无奈不得不离开摩羽托国 中国容不下他 摩羽托国也容不下他 他只能再次选择隐姓埋名 销声匿迹 这一等就是一千年 千年之后 我们来到了中国古代 最浪漫的朝代 唐朝 当时的中日交流频繁 公元753年 日本潜唐使 藤原清河带领的一支船队 准备从扬州出发返回日本 同行的还有潜唐副使 吉贝真贝 在中国做官三十多年的 阿贝中马旅 和受邀一同东渡的 建真和尚 而九尾狐也看准了这次机会 再次用计迷惑了 吉贝真贝 登上了去日本的船 船坠在途中遇到了风暴 藤原清河和阿贝中马旅 所乘的船触交之后 被风暴吹到了越南的欢洲海岸 之后两人历经艰险 又折返中国 而吉贝真贝和建真和尚 所乘的船在历时一个多月之后 终于抵达了日本的萨摩 九尾狐也在这艘船上 那时正是日本的奈良时代 九尾狐到了日本 又等了三百多年 直到公元1113年 那时已是日本的平安时代末期 有一天日本武士 本步行刚夫妇 因为不遇到寺庙求子 九尾狐便化身一个女婴 出现在其回家途中 夫妇二人便收养了女婴 起名早女 十几年后 早女长成了一个美人 18岁时被选入皇宫 当时在位的是鸟羽天皇 由于他绝世的美色 很快他又成了天皇身边最受宠爱的妃子 并赐名玉藻前 但是不久天皇重病不起 依阳是安倍泰成调查之后 发现了玉藻前的真实身份 无奈玉藻前只能再次出逃 玉藻前离开皇宫后不久 在纳穴一带便陆续传来了父女小孩被害的消息 安倍泰成认定这是九尾狐在作怪 于是鸟羽天皇在纳穴领主的请求下 集结了八万大军 令三浦借一名 千叶借长印和上总借广长为将军 阴阳师安倍泰成为军师 讨伐九尾狐 这一次九尾狐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恐怖实力 在日本鸟山艳石的图画百鬼夜行中 他是这样描述的 八万大军刚刚踏上 纳续也就遭到了九尾狐强大无数的攻击 军队伤亡惨重 之后三浦借和上总舰命令军师 使用一种特殊的攻术技巧 再次发起了进攻 战斗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就在九尾狐体力不支的时候 三浦借的两支舰横灌其腹部 上总舰则用长刀将其斩首 由于九尾狐心中有太大的怨气 他死后尸体变成了巨大的毒石 散发出的毒气杀死了附近的很多生物 后来被人们称为杀生石 人们曾多次请高增超度也无济于事 鸟宇天皇死后 他的毒气仍未散去 直到玄翁河上出现 才将杀生石击破 被破坏的杀生石也飞散到了日本各地 这一次的九尾狐 与第一次出现时一样又化作了石头 可不同的是 这时的九尾狐心中充满了怨念和邪气 九尾狐到底来到人间多少次 有人说夏朝的魅喜 商朝的达己 和周朝的包四都是九尾狐的化身 可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他总是这样神秘的出现又神秘的消失 如此若隐若现在人世间穿梭了千年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悟空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